黄杰 来 换下一张 好 黄杰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要带大家唤起一下回忆 明天开始其实新闻好像就有所节制 明天开始就要进行他的这个投票 那么到底黄杰为什么惹怒这群人呢 懒人包让大家再回顾一下 那么当然他把他简化了 他说难道就是因为一个白眼吗 就要罢免我吗 事情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当然重点呢 他的爆红是从白眼开始 这个倒是没有错 在19年5月3号的时候呢 他直询韩国瑜的自津区 当时就翻个白眼嘛 结果被拍下来之后呢 放大放大再放大 一战成名 一眼成名 就翻个白眼就红了 然后到6月8号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 这个议长徐坤元的桑李 那么他到现场 但是呢 真的很漂亮啊 擦个红红的口红 当时真的啦 不懂人情事故是这样吗 很多人都觉得 无论如何再不懂人情事故 这不是基本常识吗 身上不装红的 你包包也不会背红的嘛 更不要说口红这么鲜明 所以这个确实很奇怪 不过当然当时他被骂之后呢 后来是哭着嘛 我们看到这个女性的眼泪 确实也融化了不少 他的支持者的心 在19年的9月28号的时候 出席一个重阳节的敬老活动 民众当时就因为这件事情发酵 非常的愤怒 骂他是不问手 好 去年8月27号 我们看到他的妹妹啊 黄荣被人说是 被人指控是人头党员 那么退出了时代力量 然后呢 退出之后呢 立刻翻脸 他虽然这个实力呢 没有奥援 党员呛他 你不知道感恩 那你当初怎么当选的呢 我们都没有给你奥援 包括这次呢 他也在 说他很孤独啊 都没有党的奥援啊 那请问民进党没有在帮你吗 那么多人站在你背后 那天不是人吗 也很奇怪 到6月15号呢 霸杰案连树开跑 他当时呛 凤子 凤山嘛 凤子没有那么好写 这个话很嚣张哦 你懂什么意思 凤子不好写哦 你爸我你试试看呢 19年9月11号 黄杰的爸爸 货班高雄优良教师 自曝挺寒的立场 跟女儿不太一样 爸爸都不太挺女儿吗 好 目前我们看到 今天晚上有个这个霸杰之夜 先请赵新露来看一下 大家最关心的吗 会不会过 这个坦白讲 就像刚刚讲的 这个民进党 现在在用尽了所有的资源 在投入在霸杰里面 所以铺天盖地的去抵制 人民去行使 他应该行使的权力 所以虽然增加了难度 但是也增加了人民的愤怒值 包括苏伟硕医师 本来苏伟硕医师 他跟黄杰没有过节的 可是他在他的脸书上面讲说 民进党突然这样子铺天盖地的投进去 而且把罢免案原来是民进党 甚至是时代力量通过的 这个罢免案的门槛 现在说这个东西是报复 现在说这个东西是像林非凡讲的一样 香港国安法DQ Disqualified 奇怪了 说这是香港国安法 凤山的乡亲 对啊 我就很想问你 这个说法是极度的 我们台湾是适用香港法律吗 对啊 这个是极度不尊重凤山乡亲的说法 这是你是在说凤山的乡亲 只要不同意政府的意见 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你就是香港的那些建制派的同路人 结果发现说那我请问一下 罢免引用的是哪一条法律 是现在的选举罢免法 那我请问现在的选举罢免法 是谁提的 就是黄杰离开的那个政党 时代力量他们提的 然后民进党附和的呢 你自己提的法律 就是太阳花的这些群众 自己认为应该提光的法律 然后现在遵守这样的法律 去行使这个法律所赋予的权利 然后你告诉我是香港国安法的DQ 那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你是在说啥 所以这个 这个没有逻辑的说法 在PTT上面 被人家一面倒的讽刺 所以我认为这样的就是 来这边来帮黄姐 其实是朱队友 为什么 因为到最后已经变成了一个 如果我不同意 原来我不同意这个政府 这个政府表面上挺黄杰 实际上是怕自己的骨牌倒 他就会尽其所能的 把所有反对政府的意见 把它贴成是什么 不是什么鳖山啦 就是草包啦 就是中共同路人 所以今天凤山的乡亲 你们出来投票是为什么 是因为如果我们还认定 这是一个民主社会 如果我们还认定在这个社会 我们有不同意政府的权益 如果我们认为不同意政府 我们有不被贴成草包 鳖山跟中共同路人的权利的话 你就要出来投下同意罢免票 为什么 因为同意之后 不好意思 黄姐民进党会安排他的出路 你不要怀怒 但是如果你没有出来 投罢免票的话 民进党就会觉得 以后把不同的意见者 包括你包括我 包括所有不中意这个政府的 所有的乡亲 重新把它贴成我刚讲的 鳖山草包中共同路人 是有用的 是OK的 是可以的 你被罢了你是活该的 鳌山人 你吞得下这口气吗 如果你吞不下 你再乎鳌山的发展 你再乎高雄 就请你出来投下这一票同意票 我继续邀请这个 洪文来看一下 这个我们刚讲了 这个林非凡 他不是个素人 人家是民进党副秘书长 以副秘书长的身份 讲这样的话 这也很奇怪 今天很多人讽刺 像我看罗志强讽刺他的这个智商 一碰到这个中国 这个智商就有点问题 所以他讲这个话 其实我觉得 对于鳌山是伤的 另外我们看到 这个罗志强就讲 他说 怎样 你罢兰 当初罢韩国瑜 叫做民主光荣 罢律叫做仇恨对立 这是一个鲸鱼脑 瞎扯DQ 然后在今天晚上的这个罢节 我们看到很多人很期待 郑立文 战将 许淑华 露面 在稍后呢 我们也会这个视讯许淑华 看看今天他在这个罢节 现场的这个谈话 但是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鸿威 这个蔡英文 蔡主席 蔡总统呢 两度告诉大家 一定要守住 第一个你的评估如何 第二个阐述一下 为什么要罢掉黄杰的原因 恐怕还不止我刚刚讲的那些 我觉得另外一个呢 就是台湾民众 心中最不能够忍受的萊猪问题 对 没错 就是我想黄杰有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你身为这个 就选民选出来的议员 当这个高雄市议会 针对萊猪 而且高雄市议会很猛 是包含萊猪跟萊牛 都不准在这个高雄市 这样的一个字条例里面 既然黄杰选择的 他不是选择赞成 也不是选择反对 他竟然选择的是烙跑 他就烙跑了 不敢来投票 那这个都很离谱啊 他会做这种行为 显然就是 他知道他的选民是反萊猪的 可是呢 因为他一心想要加入民进党嘛 所以就变成 让民进党的党义 凌驾他的民意 所以他当然是不识人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 尤其在这次的 这个反萊猪的声浪里面 我认为黄杰也应该 首当其冲 那我要讲一下 这个林非凡这个事情 林非凡他 大家都叫他零九万嘛 那他说实在 我觉得林非凡他是 继续的在刷 他过去的太阳花的红利 那个我觉得你这个红利 到底要刷多久 零九万一个月 零九万的高薪 到现在还在讲这些东西 你到底有没有其他的梗 那另外一个人 我要特别去讲另外一个人 那个可能还不止九万 他的月薪高达十四万到十五万的 洪慈庸 洪慈庸他是前立委 他后来落选之后 就由希昆把他聘为立法院的顾问 但领高薪耶 拜托你立法院总不是民进党开的吧 你领的薪水 零九万领的是民进党党中央的薪水 可是洪慈庸领的可是纳税人的钱 结果呢他也开始在挺黄洁 那这个很离谱 完全没有行政中立可言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民进党就是这些年轻人 就是老说我觉得就吃香喝辣了 然后呢又很敢 那所以对黄洁来讲 你有这个机会可以好好去办 去可以好好做一些事情 可是你让党义凌驾民意 所以我觉得当然在这个 为什么要去罢劫 绝对不像这个民进党 或者现在在挺黄洁人说的 永远都是这样 你罢韩国瑜的时候 你叫做是光复 哇好光荣喔 那罢黄洁的时候 就说是人家是暴富 那你没有这种道理 罢韩叫做光复 罢劫叫做 罢韩叫做光复 然后罢劫叫做暴富 这什么样的两套标准 那对于蔡英文来说 我觉得因为今天呢 包含民进党的中央 他们是下重兵 几乎全员到齐 而且呢原来不是这个高雄的 包含什么余天啊 还有什么林长佐啊 还有三Q哥 全部都跑到高雄 去全力的去挺黄洁 那所以在这一场里面 你看到的 其实我们所面对的 不是单纯只是黄洁而已 而是我们面对的是蔡英文 因为这次的罢劫 事实上是由蔡英文 两度立下军令状 要求民进党要全力的去挺黄洁 所以我觉得在明天最后的结果 这个结果我想不是只有黄洁自己在紧张 而是蔡英文跟民进党也在紧张 那我们当然非常希望明天能够展现民意 这个展现民意就是呢 包含我们反萊猪的民意 还有包含我们希望一个政治人物 你不可以是用党意去凌驾民意 你的选民要求的是什么 如果一个政治人物 在重要的民生法案里面 你可以去选择绕跑的话 你可以接受吗 你可以接受吗 那以后说实在 我也在议会里面 我就绕跑吧 对不对 反正这样的话也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明天的这一战 我觉得非常重要 那为什么像国民党也两个女战神 一个郑立文 一个许淑华 也都会到现场在整个的那个现身 事实上我们是要告诉大家 在明天的霸结里面 我们不单纯只是黄洁 还有蔡英文 如果大家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这段时间以来 蔡英文跟民进党这些阿爸的作风 我觉得都可以用一个方式 透过罢免黄洁 老实说 我也要去跟一些中间选民来呼吁 如果你觉得民进党 我们不要让被民进党吃定 但是说实在 黄洁被罢掉 对民进党不会伤筋动骨 真的不会伤筋动骨 但是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来告诉蔡英文 告诉黄洁 我对于你的这个莱猪 让我们吃莱猪 我非常的不满意 我认为你对我的 我必须要保卫我的家人的健康 为我的下一代食安能够强力的捍卫 希望凤山人明天出来 来投下罢免票 赵青来评一下 这一切一切的焦点 罢这个罢那个 说实话都跟民众 对于这个莱猪的怨气 没办法出这口气有关 是 其实这个焦点 就还是在蔡英文身上 对不对 你开放莱猪 其实就靠一纸行政命令 停掉莱猪 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民众用很多很多的方式 甚至你可能会觉得危害到民进党的位置 危害到民进党的声誉跟知识度 你个人的知识度等等 但是不是回头是岸 停莱猪有那么困难吗 你用莱猪到底换到了什么台湾的巨大利益 让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不能停呢 没有错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 包括今天下午 这个黄继还有一个秘密行程 就是跑到这个棒球场 那个民进党 这个现在担任棒球协会 这个应该是理事长的 蔡其昌副院长 还跑去陪他在那边挥棒 我们看到霸杰活动现场在这边 那我也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 就在刚刚七点整的时候 现场播放的一段影片 有两个人一起出来呼吁 要行使公民权益力挺霸杰 是谁呢 就是江启臣主席跟赵绍康同框 他们一起已经播放了这个影片 等一下 前两天我们的这个网友就不断在讲 特别呼吁这个赵先生 我们也看到了前立委钟晴 对不对 前这个新闻局长钟晴 他也出来呼吁 他认为赵先生这时候出来 让国民党士气如虹 在霸杰这个事情上 他必须要展现清楚的态度 没错 所以刚刚是江启臣主席跟赵绍康大哥 两个人同框 录制了一个就是说力挺 这个大家行使公民权 力挺大家投下罢免票的这个影片 刚刚已经在现场播放了 所以这个真的是 让大家有这样非常大的一个共鸣 刚刚这个我们提到 这个黄杰很莫名其妙 被大家铺天盖地的动员 这样子的一个大军 民进党大军要来护航他 可是护航的方式很奇怪 是不是适得其反 第一个你说 怎么会找3Q泽哥来陪扫街呢 今天很多人看到 他就抓起来你知道吗 他是害黄杰的 那个海线的乡亲已经都抬不起头来 为什么 因为他一打35 变成35笑一个人 因为他最后发现说 一下子就被扫地出门了 扫出立法院 赵先生我打断你一下 你刚才讲这个影片 我们看到这个网友非常非常的关心 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影片好不好 好 我把声音放出来 我们从头开始给网友看一下 我怕民进党大概是担心 如果这一块国开倒下去 将来整个效益 如果民进党成功 就表示他对民进党不满 用实际的行动 表示对民进党不满 我觉得民进党很怕这一点 是的 认真的民旦 其实应该专心施政 应该要监督政府 不可以有双重标准 市民旦应该守护食安 反对莱猪 不可以有双重标准 民进党政府面对不一样的意见 只会打压抹黑 宅长面对不一样的声音 只会关闭电视台 即便面对公民 要行使他的公民权 也是照样的激进污蔑 我们没有办法接受 谁的手机 好 好 这段影片呢 我们看到总长 大概有将近两分钟 赵新这什么时候录的 这个就是今天 在这个霸捷的最后的关键时刻 那江主席跟赵大哥 他们就一起来合录的这个影片 那也就是在我来之前 两个什么时候决定要的同框 这个应该就是今天的稍早 因为这是最后的吹票时刻 他们两个人想说应该要怎么吹票 就觉得合录影片是最好 而且合录影片赵大哥也里面有提高说 你们这些绿营的人要见风插针 这个分裂我们哪里 不可能 不太简单 外面在讲什么东西 这是他们的事情 我们就会没事情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同框 就是最好的证明 别人在那边讲什么样的说法 都没有用 重点就是大家要团结起来 而且赵大哥在影片里面讲说 他其实跟凤山是很有渊源 好像爸爸等等之类的 都有在凤山有生活过 对凤山很有感情 所以觉得出来投票是凤山人的 就是骄傲 可以欢迎大家鼓励大家出来投票 而且认为就是说 这个凤山人是不会 不是民进党的傀儡 哪个出来投票 高雄尤其是凤山 是可以有不一样的声音的 要让大家知道说 今天出来投票票 就是告诉这个大总统说 即使你用铺天盖地的打压 但是我们凤山人在民主社会 就告诉你 即使我们是小市民 我们在民主社会 我们有权力 向你大总统表达不一样的声音 这是我们在捍卫我们凤山人的公民尊严 今天你怎么看待 明天的挂节行动 有信心吗 我觉得当然这个困难度很高 尤其因为在蔡英文 他强力的要求所有的党 这种接力赛 特别大家到了高雄要护航 这个黄捷 那我觉得这一战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困难度高 但是我觉得重点是 我们不能够确战 虽然这一场的这是公民发起的 国民党最后呢 我们也给出最大的力道 虽然我们现在是 国民党是没人没钱 资源很小的情形底下 但是我们还是给出我们最后的力道 全力支持他们 因为即便最巧的明天的结果 可能如果万一不如预期的话 但是我们接下来还有 就是不管是3Q哥也好 还有其他的来委都会被引起罢免 我们希望呢这个第二张的骨牌 也能够顺利的倒下 那不过呢我觉得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呢 我们这场的气势呢也要延续下去 从这个罢免这个陈伯伟开始呢 这是第三场的这个起点嘛 所以我觉得延续这样的气势 应该是没问题的 好说话我问你啊 在这个蔡英文总统呢 两度帮这个黄姐讲话 说一定要守住之后呢 整个这个罢免的这个选举 这个投票呢就升高啊 很多人讲说简直是市长规格 或者有人说这简直是总统规格 也演变成了一个喜不喜欢民进党 喜不喜欢蔡英文的决战 所以在你来看这场罢免投票 你觉得对于我们台湾来讲 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对于蔡英文的这个 不信任的投票 因为呢 蔡英文现在执政大概 大概是一年多了嘛 那这一年多以来 他不仅仅是关了中天 然后呢把整个的这个萊猪镜头 也不愿意标示 所有非常蛮横的做法 在这一年当中 他目中无人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本来的一个很单纯 由公民团体发起的罢免行动 可能本来没有那么多人的注视 但是因为蔡英文把这个调子拉那么高 他其实就会让很多的中间选民 非常不满的人 在这次有可能会大量的出来投票 那当然我觉得面临到最大的挑战 当然就是说民进党现在在高雄 他也会动用他个人的资源 还有一些的这些的里长啊 大家一起出来 那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有很多的中间选民 在这一年来的愤怒 他会完全在这次显现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这个罢免案 虽然很辛苦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无可能 好舒嬷我还要问你啊 你对于在刚刚这个江启臣主席 跟这个赵浩康先生同框这个画面 你看到的时候有什么反应 现场民众什么反应 对不起 因为我刚到现场我没有看到 不好意思 但是光是知道这个消息 这个消息很重要嘛 那我现在跟你讲有这一件 他们是一起同框然后呼吁吗 是的没有错 太好了 因为我觉得第一个他可以粉碎很多人 想要见缝插针 然后来说我们国民党内乱 我觉得用这一场不管是 就像是江主席也好 或者是赵浩康先生也好 他们不管未来是竞争或者是合作 我觉得第一站在这件事情上面 国民党展现出来就是团结一致对外 不容民进党见缝插针 我觉得非常振奋人心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